塑料袋 塑料皮 形形色色的废弃塑料 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伤脑筋的问题 它们随着大河小川下水道 一路畅游到大海 这些在大海里的塑料 废弃塑料 汇集在海洋中心 形成了漂浮的塑料中心 根据专家估计呢 世界海洋里漂浮着1.5亿吨的垃圾 超过10万海洋生物 因为误食这些塑料 而被塑料垃圾缠绕而死 其中一个重灾区是在英国 当地每年都会抛弃85亿支吸管 为了遏止这样的情况继续恶化 英国政府不得不出招管控了 在英国斯卡伯勒的海滩 是一家大小出游的好去处 同时也是细细小小的塑料品滞留的地方 小支吸管大支塑料杯 这些垃圾巨少成多 像视而不见都难呀 因为他们就在你我的生活中 英国政府计划从明年开始 禁用由塑料制造的极用机器吸管 饮料搅拌棒和棉花棒 对此英国民众都持有不同的看法 此外英国越来越多的咖啡馆和酒吧 正在加入结束塑料吸管使用的全球运动 然而有的业者却表明 如果在消费者使用的塑料用品上 另加付费是于事无补的 反而他们想知道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处理这些塑料垃圾 英国政府宣布将实施这项禁令的同时 也呼吁其他英联邦政府国家加入这项诚意 估计一年就能够减少数十亿的塑料垃圾污染海洋 停止使用不必要的塑料用具 这一小小的取动所凝聚的力量 也是避免人类最后自食其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